大家好,我是雷星 日粉F就最近開始了全新的農糧活動 108年的萬聖節奇異 小農糧水壺演藝 聽起來怪怪的 又是農糧,又是水壺展,又是風神演藝 感覺就是一個搞視度極高 非常符合農糧風格的萬聖節活動 不過說說話,這個九文龍伊莉也太可愛了吧 Oh shit! 而這部影片正式跟大家介紹這個可愛的小學生 不是,是奇蹟的第七位伊莉莎白伊莉獎吧 那麼在影片開始之前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之前還在瘋子 但現在已經準備要正式推出的酷酷手遊吧 沒錯,等了15年外加5個月的漫長等待之後 我們的大哥終於要推出首款RPG手機遊戲了 沒錯,就是我們的天原突破紅顏羅顏 大家現在已經可以在影片底下的資訊欄那邊 點擊連結註冊事前預約 便能獲得超稀有的五星顏面 同時,最終官方臉書粉絲團 更有機會參與抽取iPhone14 以及週年限定羅線研磨星和簽名版等諸多獎劣 而正式檔案預計在10月26號正式上線 所以趕緊招募你們的戰友集市 準備駕駛各種酷酷的機體 帶著紅年團衝出宇宙物 用你的鑽頭突破天際吧 那麼介紹來酷酷的新手遊之後 我們就正式進入今天的主題吧 四星P10的九文龍伊莉莎 以及提升自身的打心率500%一回合 其二 為我方全體梁山博的從者NP自中20% 同時賦予HP最大狀態23回合 帶著弱體耐性下降20%三回合 其二 提升自身紅綠雙色主放30%三回合 以及暴擊威力30%三回合 由於G3影響雙色色卡性能以及暴擊傷害 繼而影響NP自中%率 所以個人建議優先點滿G2G3再去點G1 寶具則是紅卡AOE寶具 在打殺害前 慧閑結成自身打心率50% 以及寶具威力10%一回合 再對敵全體造成500%強力攻擊 並且將一疊防禦力10%三回合 簡單來說 九文龍伊莉莎就是官方贈送的第一個Pretender角色 所以先不論強度 至少先讓大家有一張直接底牌就是好事 但說實在的 就像原本龍娘活動的特性一樣 這個從者的技能和寶具設計就真的非常搞事 G1會根據從者的特性屬性而提供不同效果 並且賦予友方梁山伯特性 秩序會給爆傷 中力會給寶威 混沌則是給NP獲得量 G2則是幫梁山伯的友方充能20% 寶具就是紅卡AOE高技術 卻有提升50%打心率的有趣效果 加上是官方贈送的角色 所以免費寶武的Pretender之間 就真的是非常貶妮 雖然除開寶具傷害以外 他自身的傷害確實沒有到很高 而且身為混沌特性的他 技衣給他效果就是 比較激熱的28MP獲得量 但一說到混沌的惡屬性的話 就會讓人想到那個道滿 所以輔助的選擇 可以選個道滿來個高額增傷 大幅度提升伊莉莎的暴擊威力 而同樣是Pretender的暴寶 同樣也能夠當個共同輸出手 甚至是和九文龍伊莉莎組的多合隊伍 應對現在各種奇奇怪怪的機型走回關 而李莊的話則是根據場合 選擇提升寶具威力 或者紅卡觸放的傷害李莊吧 總而來說 九文龍伊莉莎就是一個官方贈送的 普通五星偽裝者角色 雖然沒有到很強很好用 也沒有到非常沒用 或者被標籤為花瓶糞角 以強度來說就是一個剛剛好 讓沒有匹天的直接的人有多個選擇 能夠湊合作用免費寶武死刑角 而且要知道 龍良系列的從者 從來就沒有想過要從強度方面去想 而是如何把它變得更搞事更加有趣 例如西瓜裡的MP來抽獎的勇者龍良 又或者是強化童話走者 又提供猛獸特攻的灰姑娘伊莉莎 真的要多奇怪就多奇怪 但同時要多可愛就有多可愛 就例如這次的九文龍伊莉莎 我們真的要求她很強嗎 真的需要另外一個強力四星Pretender嗎 不是嘛對不對 粉毛犬牙小蘿莉 跑跑鞋小書包 語音賣個萌 動作可愛點 真的 至少我已經心滿意足了 好了 那麼這次就差不多要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都能夠在這次的龍良活動卡池當中 抽到自己喜歡的從者 如果有其他觀眾的搭配問題的話 歡迎追隨雷槍的臉書 以及訂閱我的Twitch頻道 關注下午Twitch直播間 加入雷槍的DC群 觀看更多FGO相關的情報和直播 那麼我是雷槍 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吧 首先會底下 明明中會有些心善 明明中會有節哲 明中會有些心善 聽到有些心善 我沒有希望有些心善 在那裡的人 那是誰 我沒有確信善 我又沒有確信善 你又有些心善 你沒有確信善 我真有這一代 你別人